锅巴肉片 锅巴肉片需要的原料是瘦嫩猪肉150克大米锅巴200克清汤500克水发香菇15克玉兰片50克调料酱油15克醋20克泡红辣椒10克马耳葱15克姜蒜片各5克 味精1克糖15克料酒10克水淀粉35克菜油150克 制作的时候先把猪肉切成长5厘米宽2.5厘米厚2毫米的片 切的时候刀和鸡肉纤维的走向垂直或交叉 切好的肉片放在碗内加盐 味精 料酒拌匀 再加水淀粉拌匀 再加水淀粉拌匀 锅内放油烧至五成热时放肉片划散 锅内放油烧至五成热时放肉片划散 断生时倒在漏勺里 炒锅内打底油 放葱 姜 蒜 泡辣椒 放入冬笋片香菇 烧边后加料酒 酱油 精盐 白糖 醋 味精 放入清汤 放入划好的肉片 汤烧开以后撇去浮沫 再用水淀粉勾芡 淋入明油 装在汤碗内 掰成大块的锅巴 放在九成热的油中 炸至瘴起 浅黄色时捞出桩盘 上桌以后 把肉片的卤汁浇在锅巴上即可 肉片 锅巴都应保持热度 确保在殿堂内 发出声响的效果 这道菜的特点是 肉片鲜嫩 锅巴酥香 滋味 咸 鲜 略带 甜 酸 炸至磯 炸至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